改變的地方應該只有我看得到啦 他一直都很負責任啦 小跳到三個月的時候 都還在那個巡迴演唱片 李國一升格二寶爸沒料到 吳哲蠟齊懷孕三個月還在跳 有了上一代的經驗 已經很久被爆料到 不如自己乖乖的跟大家報告 李國一和愛情長跑多年的吳哲老婆橘子 2011年結婚後 育有一女 僅持精細宣布將升格二寶爸 他7日出席八點檔活動 開心和大家分享喜悅 國一是不是拍這部戲的時候很歡樂 可以開心 開胎邊做人 順其自然 好自然 很自然 很累吧 那時候很累 對明明很累 正常生活啊 心情當然是很開心 也因為已經是第二胎了 所以比較跟第一胎比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緊張 那一切都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很期待這個寶貝的 來到我們的生命裡面 他應該算是個意外的小驚喜吧 對 但是我們一直都順其自然 不排斥任何的可能性 那既然他選擇了要來到我們家 我們就會非常開心的準備好迎接他啦 原本的有點 怎麼曬這個時間點來 因為沒有料想到 因為這個時間兩個都很忙 都還在工作 對 都還沒有交接好 明年的工作也排好了 這樣突然來了一個 寶貝有一些計畫式必要調整一下 他知道他自己有小孩 他知道了 讓他知道自己已經不是最少的 寶貝姐姐囉 他們有感覺期待的感覺 對 因為他平常有機會接觸別人家的小朋友 會啊 蠻強的 那他會跟接著一個 不太有 對 他喜歡就是比自己大的 你那個時候是怎麼樣 就一個 蛤 我才是兩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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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 你是要問啊 我會奇怪 我會認給你 其實 我會問老婆 你身材 你很好笑 穿越懷孕的感覺嗎 改變的地方 應該只有我看得到啦 變一片衣服都包得緊緊的 也辛苦他了 他的工作也好 他一直都很負責任啊 因為之前說懷孕的時候 其實還在演唱會的巡迴 那也不好 不好因為自己個人的因素 而造成整個團隊的影響 所以還是好好地把工作做完 那現在已經 很專心地在待產當中了 身體都對自己蠻自律的 身材啊 包括影響之類的 身材明顯還沒有 還沒有 還變得太多了 現在當中跳舞跳到什麼時候 才決定就是休息 少跳到三個月的時候 都還在那個 徐維演唱會 小孩應該很符合 希望他出來可以開心一點 才會不會再從一起 你會進去 身材啊 好